高嶺給人感覺到入行很多旅遊特輯 監製一定高嶺在泳衣 你會不會驗的呢? 或者你怎樣看性感、行性感這三個字? 有分階段性的 我剛入行的時候不是很多人說我性感有性感 其實我有些抗拒的 因為我自己不覺得自己性感 而且我經常覺得性感好像令到大家太專注在我的身材上 令到大家看不到我工作的努力 所以當時我有些抗拒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刻意地說 我封空了!我不老了!我不穿性感衣服了! 我希望大家可以改變對我的看法 因為我介意大家怎樣看我 因為通常不知為何性感的女生 就會被人說了等候 等候一些不太好的女生 但其實這個我自己很清楚 我不是這樣的女生 而且你家人也知道你不是 對!認識我也知道 所以當時抗拒 但是到了我29歲那一年 我通常快到30多人 女生可能特別重要 到了我29歲那一年 我突然反思 我這一輩子我為自己做了什麼 我發覺 好像我一直都是為了別人而活 我沒有為過自己而活 因為我介意大家怎樣看 所以我很多東西 我可以收起來 我可以選衣服 選擇好樽領的 但是那一刻我突然覺得不行 我很想為了 我想做自己 我想穿我自己喜歡穿的衣服 我很想做我自己喜歡穿的事 我很想為了自己開心而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突然看開了 我現在的心態就是 我很欣然接受大家覺得我性感 因為我開始覺得性感 是一個報應詞 是一個讚美 不是每個女生都可以被人稱讚性感 我一份穿瓶漂亮貼身一點 那些記者都會說 哎呀你今天很性感 如果這個時候你跟我講 我會說謝謝 因為我很開心 我同時間可以擁有一個很爽朗的性格 但是我又可以被人感覺是一個 很優雅很女人味 很有味道的性感的一個女人 兩個不同的 可以包含一切的 對呀 不需要這樣分開 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現在 OK我是性感 沒問題 喂那但是 你接受自己性感 但是人外間或者觀眾 是慢慢接受高齡 是一個花瓶 就是轉變成一個有演技的演員 觀眾慢慢開始覺得 高齡是more than性感 對呀 即不只是性感 那我覺得 你都花了很多功夫去 即是 一定一定 那我覺得 雖然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會覺得 好像風空那段時間 好像很無謂 但其實不是的 這個轉型 它也是一個步驟來的 那你過了那個步驟 你走到現在這裡 加上公司給了很多不同角色做 一圈圈,星光背後 有我高海玲 想聽足半訪問? 馬上881903.com 節目重吻吧 兩個小號 一圈圈 一圈圈